生艷鄧宇廷柴燒陶藝創作展 从即日起到1月15号 在新竹市文化局的文化艺朗盛大展出 百多件的作品涵盖三大系列 从梦幻的零售充满生机的立体雕塑 再到实用的手工茶器 温暖厚实的展览邀请民众一起共赏 第一个主题是雨的系列奖 对就是我的作品上有很多一些羽毛的一些象征符号 然后包括等一下看到这些小动物们 它们身上都有可爱的小翅膀 然后跟就是小小的 比如说像兔子的耳朵啊等等的 那雨的这个意象呢 对我来说就是因为其实我的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雨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它象征着一种自由跟理想这样 对那我就希望把雨的这个符号结合在我的作品上面 然后第二个系列呢是地的系列 就是我在台湾研究了很多台湾自己本身的 各地的土壤这样 那我想要让台湾土壤的这个生命力 展现在我的作品上面 对所以地系列呢算是我的 台湾土壤采集计划的一个延伸 然后把它运用在造型简单的茶展上面 或者是就是这个土地上的旅行 有点像是一个土壤星球的概念这样 那每一颗星球上面都是 来自我不同台湾的土壤 然后在上面做彩绘 然后烧制而成的这样 然后第三个系列是我的气型物件系列 就是那边那一区这样 那它是比较属于实用的淘气这样 对就是会有一些茶器具啊茶碗啊 然后比如说油流的茶碗等等的 这些实用功能淘的部分 邓宇婷说淘艺创作最吸引她的 就是有无限的可硕性 在捏制时非常的柔软 但在经过火的淬炼后 却能转变为坚固永恒的状态 目前身为研究生邓宇婷 也亲自采集新如各地的土壤 她发现每个地区土壤的特性不同 烧制出来的作品也别具特色 不需要添加颜料 就能为作品染上蓝红绿黑等等 不同的色彩 有独一无二的色彩 其实每一个区域有她自己本身的特色 像比如说我一刚开始采集的点是 台东的南回线上 然后我是在太马里那边 先展开了一个土壤的采集计划 那我发现原来一个小小的地方 它就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质感跟颜色 所以我就觉得原来台湾这么小 但是我们却有着这么丰富的土壤 然后所以我就开始研究 对然后其实它可以 台湾土它可以烧制出很多 很漂亮很精彩的颜色这样 那这也是我这两年多来开始的研究 可爱的小耳朵搭配展翅玉飞的翅膀 山海金钟的地将透过巧手重现眼前 原本可爱的模样与即将到来的兔年相互呼应 而这也是近期最新的作品 那这个神兽呢 它其实是一个守护山林的兽这样 对然后我把它就是意象可爱跟简单化这样 然后它们就是有六指角跟一对翅膀这样 然后其实我的表面是有上 我在新竹采集的泥浆 然后把它就是上在这件作品上面这样 对然后它是用木材 彩烧自燃烧制而成 所以它上面是没有上右药 就是展现这个土矿 然后还有这个木材燃烧 然后它自然流动的这个效果跟质感 生眼代表着创造新生存在延续生长 繁衍到消逝等各种生命状态的总说 生眼同时也是创作者 对于生命感受与柴烧逃逸 创作过程的体悟 记者简书旗新竹采访报道